You got mail 科技email 你好 你好 大家早 早 欢迎参加 欢迎参加 现在 我想刚才跟左老师 稍微沟通了一下 左老师说 这个Black Friday大伙 可以预先有一个准备 但是 这个资料是怎么样 能够准备的多不多 是不是像以前一样 可以有一个大的变化 这个 不大清楚吧 还没有确定 已经出来了 这个Black Friday 很多东西都已经跑了 就科技这方面 这些来说的话 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了 像疫情之前 东西多得不得了 价钱大家逗得一塌糊涂 现在今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 产业链也断了 很多东西 这个怎么讲 价钱高了 而且东西变少了 东西变少了 所以 对于要买的话 有时候要看 就是说如果你看到了 心里想要的东西 如果一看到的话 几乎要马上下手 不要等到 不要等到Black Friday 因为等到Black Friday 已经没有Friday了 OK 所以现在来讲 不像这个十年前 我们所谓的黑色 星期五就Black Friday 摩拳擦掌 摩拳擦掌 现在是看到就赶快抢 不用等了 那就赶快买 对不要等 对因为我在 我举个例子 我上个礼拜吧 上上个礼拜 看到一个27寸的荧幕 这个很不错的价钱 规格也非常好的 是 结果我就跟我的客人 聊了一下 你知道我说 因为他要买一个 知道吧 结果后来 他就说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 你知道 等到上礼拜四的时候 已经没有了 所以根本就不要等了 看到就赶快了 已经没有了 我说sorry 没有了 那剩下的27寸的话 都是一般价钱了 知道吧 就没有便宜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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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得到便宜了 这样子 OK 好 那么 这一个就是不要等 看到了喜欢的 价钱好的 就赶快 马上下单 而且呢 怎么讲 就是说我的感觉 就是说你目前的 这个 这个 supply and demand 的这种感觉 我是觉得 如果手上有机器 五年 甚至于七年 如果你当初买的 不差的话 都可以考虑升级 用升级的方式来 把你自己的机器 变快 变好一点 这样子 比方说你原来买的是 8GB的 那 说不定 花点 花点 这个人工钱 找一个 找一个师傅 把你变成16 对不对 你觉得闲差慢了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原来的 里面是个传统的硬结 机械式的硬结的话 那可以考虑把它升到 这个SSD 哦 OK 这个比买新机器 来的核算 然后呢 最主要是什么 你如果机器里面 如果装了很多 这个 这个program 什么之类的话 你升级的话 基本上都不要动 都不会动到 是 就是说你变快了 但是你一开机 还是跟原来一样 速度变快很多 OK 你新机 你新机买了 最后还要把老data 穿梭过去 那个program 重新装啊 一大堆的 你知道 挺花时间的 OK 好 我想我们接下来 要和卓老师 讨论一个问题 这也是听众朋友提出来 因为近来 我们在今天早上 还在新闻 还在讲 就是现在 这个物流方面 尤其是parts方面呢 因为现在运不进来 或者是说 这个工厂可以出货 但是呢 没办法送到厂商这里 也没有办法送到 那当然了 这个消费者这边 这个end users这边 也拿不到 所以就变成呢 这一会儿 就想知道 现在这个电脑 是不是在parts方面 很难取得 或者这个量少 但是需求高 所以价位直直上涨 现在有些什么 有些什么对策安排 如果现在要买电脑 是否是一个时机 要怎么样子选 要怎么样子看 然后电脑有问题的话 是 以前卓老师说 这个电脑太旧了 或怎么样 我们要update了 upgrade 或这个新的 这一会儿 没钱upgrade 很贵呢 怎么办 我跟你讲 所以我刚刚一开始 就讲到这个 也算是回答这个 如果机器有点老了 ok 你想买新的 当初买的规格 不是很够的话 那这个 可以考虑买新的 那买新的话 就是一句话 如果说你心目中 看到的CPU memory多少 SSD的大小 什么之类的 都已经看到了 那基本上 你就在网上 就是说留意了 要开始留意了 看动了 哪一家 如果今天 这个 这个 8小时special 6小时special 你就下手 就这样 产业链 这个供应 这个 供需 这个锻炼 这个不是只有电脑了 你知道 这个最近 最近这个 通货膨胀 这么厉害 你知道 你到超市去看 你知道 汽车零件都缺了 ok 汽车零件都缺了 大家也许 没有注意到这个消息 媒体也没有报这个东西 GEM 福特 什么这些工厂 很多车 租了很多大的载车厂 去摆他们做好的车子 就是说99%都做完了 就插一颗主机板 插一个芯片 ok 就没办法交货 你去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看 哪一个卖新车的dealer 在卖新车 都在卖旧车 是 对 现在 你highway上经过的说 we buy your use card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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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新车的 没有货了 没有货了 现在Honda跟Toyota 在美国本厂 本国本地做的 都开始有点问题了 这个不单是电脑上面的问题了 大部分的电脑的东西 零件 基本上都是空运过来的 大部分 大部分 ok 不是说大部分 这个怎么讲 就是说 能够装小盒子 什么这些东西 都是飞机运过来的 BPU Memory 什么这些东西 ok 这都还ok SSD的话 这些都ok 最主要是机器 主板都是走船的 走货柜的 嗯 ok 所以那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当然知道像车子 像刚才卓老师讲的 这些parts 现在都有问题 都不能够说有 开始 就是说开始 我们看到它slow slow了 那么 对 在电脑方面的话 我们现在就像你刚才讲 看到了是否就行 看到了就买了 不需要等 看到就买 对 不要等了 你价位差不多的话 这个跟你的预算 差不了太多的话 就下手买 ok 所以这个是目前我们的对策 我们现在目前的对策 但是现在维修电脑方面呢 电脑如果有问题 在修护这一方面 修护的话 我最近都在帮人家做upgrade 很多朋友 很多客户 知道这个状况之后 他们就不买新的 把老机器升级 就这样子 做很多 最近做好多 ok 而且做完之后 做完之后都非常的happy 这个第一个 比买新的便宜 第二个呢 省工夫 因为呢 做完了之后 拿回去开机 就好了 跟原来的一模样 只是变得更快 就这样子 ok ok 好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是希望朋友们 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就是 包括了通货膨胀 包括了物价上涨 包括了 不管是杂货 或者刚才我们跟左老师 谈到了在这一种 IC方面的产品 连它的parts 在现在呢 都是 现在都是在管道方面 在供应方面呢 都受到了影响 什么时候会解除 可能明年底 什么时候会解除啊 明年底吧 明年年年底了 对啊 现在预估大概 好 乐观一点说是明年年中 但是呢 看起来可能要到明年年底了 年底的事情了 加州外面现在一百多 一百多条伞啊 对啊 长岛现在堵在那里啊 都排满了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是下不了下不了船 然后下了船之后呢 这个这个这个拖车不够 呀卡车不够 现在是要上陆地就有困难了 上了陆地还得要take the numbers stay in the line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卡车卡车的价钱 货运的价钱贵的一塌糊涂 对现在很贵 我们在这边啊 我们在这边啊 在在在在中国市场 在老中市场超市里面买菜 有时候看那些菜的价钱啊 简直贵的离谱 你知道吗 比6个月前都已经贵太多了 对不对 呀所以这个都是 都是因为运输的关系 因为运输的关系呀 所以在现在的话就是要 朋友们要稍微在这一方面 我们注意一下 好那么我们有听众还是想要知道 就是在现在我们在这个 现在不是周老师一直都谈到的是 关于骇客的问题吗 我们的这个隐私 讲到骇客来 是 我先跟大家提一下 Windows 10的朋友 赶快去update OK 上礼拜二有一个很重要的update 里面补的一堂糊涂 OK 也许你的机器已经automatic update了 OK 但是呢 如果不确定的话 就在你的这个Windows 10的左下角 打一下 Check for update 打这个字进去 那个空白的那个地方 如果没有空白的那个框框的话呢 有一个放大镜的符号 就点一下那个放大镜 你就写 打就打进去 Check for update OK 那个那个Check for update 就会跳出来 在menu bar的最上面 就点它一下 它就把你带到update的这个 这个网 这个这个page上面 然后它就开始了 然后它跟你讲说 如果说 它说你的update to Windows 11 is ready 11不要 No 别动 别动 不要动 OK 不要动 不要动 我上个礼拜才看到第一版 第一次看到Windows 11 看到我说 OK 我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你知道吗 看上去 我觉得 就换了一张脸而已 就这样 给我的感觉 所谓的就是换汤不换药的意思吗 换 基本上换汤不换药 这个 OK 这个 这个 大家如果有好奇的话呢 你就到Google问一下 这个 Windows 10 Vus Windows 11 然后后面写一个 What's the difference 就一大堆文章出来告诉你 嗯 所以 然后你可以决定 你就决定可以决定要不要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 有一些 有一些机器 还不能升Windows 11 因为Microsoft 有做了很多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硬体上的要求 要 不和这个要求 你才能升11 当然现在已经有别的方法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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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pass了 可以绕过去了 但是 但是 呀 我是觉得不要动 因为你好不容易 大家熟悉的Windows 点来点去 怎么找东西呢 各方面的 你现在崩升个11 你从多来一遍 哦 OK 滑不来 所以在这一方面 当然话一说回来 如果你时间很多的话 可以去玩了 没有问题 那么完了以后 我们进去了以后 结果发现 不怎么好玩 可以再reverse回来吗 回不来了 对不起 意思就是说 想清楚再走 没有后悔路 没有 没有后悔 要吃不了 没有回头路了 不要动 不要动 OK 等所有的东西 尘埃落定了 OK 让子弹先飞一飞 然后再去做事 都来得及 不急 嗯 所以这个 完全不急 这个就要提醒大家 在这一方面 请朋友们 要更新的 有很多朋友 这个跟在后头 一定要走在前头 这边一发布 马上就要更新了 马上要跟着走 要不要同步 现在就要提醒 我们的朋友们 在这一方面 要注意 像我们这 你要我们做这么 做这一行 做这么久的 每次一定 一有新的 这个window的时候 像我们 就一定是等一会儿的 一定是等一会儿 我跟我的客人 都会讲 这么多年来 我就说 稍安勿躁 OK 等了三个月 六个月之后 OK 万事其倍了 什么东西 都堵得差不多了 都补好了 然后我们再上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就是 还是在那边等的 看看就是了 当然 他会不会因为 我们如果没有更新 没有及时的update 而miss掉了一些问题 没这个事 OK 好 所以这也是在 听众朋友所提到的 关于在现在 一直不停的在 很多的时候 这些软体的update 一直不停的 往上在update 那么这一些东西 你是不是要马上跟进 周老师给大家 我刚刚讲的 security update 每一个月的 第二个礼拜二 这个有一个update OK 所以大家回去 做一个check for update的动作 OK 今天这个讲话的重点 check for update 把所有的window chain 通通update 到最新的这一版 OK 把它补起来 今天上午 今天上午 我还看到一个 Microsoft又发现了 很多漏洞 又被人家 又被 又有漏洞出来 又有漏洞出来了 所以我一看这情况 我大概看了一下 状况说 啊OK 可能在下个月之前 可能要再补一次 哇 有点严重 所以呢 我不讲细节了 这个太技术性了 但是呢 这个 我看了之后 我说OK 那我就会等 要我的话 我个人我就会等 继续等 你要等到新的下面 不是 我就会等这个update出来了 OK 因为这一个 今天这两天发现的 这个漏洞非常严重 嗯 OK 很有可能 不会等到下个月了 那我想问一下 我们听众马上就问了 一个关于update的问题 他说这个 刚才卓老师 你讲的是 关于电脑方面的 他说他常常 我像每一位朋友 我们用手机 手机常常都告诉 你要update update 我先给你什么update 我要什么update 然后呢 说你要在现在 还是你要等一下 你要安排在什么时候 或者你晚上睡觉 你不要关机 因为他要update 他说那这种update 跟刚才我们 卓老师 你谈的电脑方面的update 不太一样 不大一样 不太一样 OK 手机的话 第一个 有Apple跟Android OK 那你这个 这个Android的 这个Apple的话 就是说 如果你的model 不是很老的话 它会一直update 到头 然后呢 跳过这个 这个作业系统 iOS这个系统的话 你得买新机器了 啊 对啊 是这样子啊 always 你不晓得啊 OK 那Android的话 基本上情况也一样 OK 就是说你的手机 如果买了三年 五年了 那个这个这个 这个六年前买的 OK 你的Android的系统 只能到几 OK 如果呢 就算是有最新的Android 出来了 可以帮 可以堵很多漏洞了 或者更新的这个功能的话 那对不起 你得买个新机器 才能升到 那个那一个版本的 这个作业系统 最新的作业系统 OK 这是作业系统方面 大家平常看到的 这个手机上看到的话 都是App的有Update 是 Line有Update WeChat有Update 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Update OK 那在Android上面的话呢 你可以去点这个 这个这个 在这个setting里面 去看你的App 它会告诉你 有哪些东西 已经有最新版了 你就点一下 或者是你挑几个 你平常用的 去Update一下 平常如果不是很用的话 Big Bill 没什么关系 所以并不代表说 在Android上面 或者就是我们在 手机上的Update 每一个我们都要跟进了 看情形 看情形 看它补 补这个什么东西 在电脑上的 这个补的这些东西的话 Windows来说的话 补的都是 作业系统上的安全漏洞 补的都是这个东西 OK 好 所以在这一方面也是 刚才听众朋友 马上就提出来了 这个电脑的Update 跟这个手机的Update 是不是同样的 所以在这一方面 刚才总老师 为大家做的一个分析 很快 好 再问到的 那么iPad是不是 是属于电脑级 还是属于手机级 iPad就是 就是个手机 iPad就是 就是个Apple 就是个手机 真的是 所以iPad的Update 你iPad有作业系统 对不对 那看你的iPad 买的有 是全新的 最新的 这几年的呢 或者是老的 对不对 你老的iPad 只能升到 某一种 某一个level的iOS OK 那你要在 有更新的这个feature 比方说你的 你的手机 你的iPhone 比你的iPad 新很多年 那两个的作业系统 我跟你讲 火锈不一样 OK 那你就没有办法了 那你就只有换新的了 那就换新的嘛 那就要换新的了 iPad现在买的话 应该不会缺货吧 缺不缺货 我不敢讲 但是我看了价钱 我吓坏了 现在价钱很高 是吧 你去看吧 你去看吧 朋友们自个儿看一看 那现在 我跟你说 还有我跟你讲 用iPad的朋友 雅如是很老的 想换新的 咬了牙也想换新的 的话 务必请大家 你的内存 就是你的storage 要买够 不要再买32GB了 OK 很多人就是当年 就是说很便宜了 就买了30GB 到了后来 越来越难动 因为栽满了 OK 所以要最少64吧 最少64的 至少64的 咬咬牙 买个128的 就这样子 OK 所以这样子的话 比较能够 越老有益了 但是问题是 iPad跟电脑不一样 它没有办法外接一个 这个memory吗 外接memory 等于是说外接这一个 像你storage如果不够的话 我们可以说 我把东西拿出来 或者 你把它放到iCloud里面去了 ok 对啊 如果你这个iPad塞满的话 你买一点 那个iCloud多买一点的话 就把它放到iCloud 存到iCloud里面去了 就这样子了 好 所以这也是一个解决的方式 但是呢 现在要买iPad的朋友们 稍微看一下 现在iPad多少钱 我看了 哇哈哈 什么意思 听到这个 哈哈哈哈 一小子 现在我看到的 有看 iPad 64个Gigabyte 是400块 400块 那你赶快下手 是哪一百吗 哪一个 哪一个 我不晓得 这个 我就是马上看到的 就这个样子 400块是买不到的了 买不到的 400块是买不到的了 哦 所以朋友们 现在就知道 现在有多贵啊 那现在这样子来讲 我们都要往后等了 他现在 OK Apple自己iPad 329开始 已经要看了了 OK 让大家自己去看去 OK 朋友们是真的耶 现在都是买不到 好像我看不到东西 全部都没有 全部都没有 很多东西 你看 哇 大家很好 你点进去 是out of stock 对 现在都是out of stock 现在我现在看到 我在Apple Store 都是都是out of stock out of stock 都是out of stock 所以现在叫做 有钱你也买不到 摆得再漂亮 都没有用吧 对不对 有钱也买不到的意思了 不是 有钱当然买得到 就是看你要花多少钱 就是了 现在so far 我看到的好像都是out of stock 没有存货 好吧 朋友们 省一省 这也帮我们自个儿省钱了 等一等 等一等 我们就等一等了 在今天和左大为 左老师的科技一名email 很多不同的讯息 这边一些那边一些 但是都是重要的讯息 提供我们的听众朋友 在这一方面 请您要多为的注意 在现在是否看到了你喜爱的 你觉得价钱还可以的 你负担得起的 不是一个超级离谱的贵的价钱 那么朋友们赶快下单 那我跟你讲 下手要快 我那天看到在某一个店里头 有人推了一个85寸的电视机出来 我一看三送的 我一看OLED的 我说这个Fancy 我说你家客厅好大 我就跟那个老美聊了一下 你知道 我说 我说这个东西 告诉我多少钱好吗 他说 2000块以内 85寸 85寸的 哇塞 这价钱非常好 还不到2000块钱 打完税之后 大概好像1800的样子 OK 所以看到好东西 就不要放过 价钱可以的时候 赶快下手 价钱差不多的话 就赶快下手 否则的话后悔莫及了 机会一去就不再回了 所以提醒朋友们 在这一方面 对我注意 而且总老师 还提醒大家 有一些东西的update 尤其在电脑方面的 多等等 大家听完之后 赶快去做一个 check for update 非常非常 无求因过程 非常重要 希望大家不要轻忽 好 时间的关系 我们在这里 节目要告一段落 再一次的谢谢 左大为 左老师 在今天所带来的讯息 谢谢左老师 我们下个月 再继续讨论 谢谢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